所谓一日江湖终身江湖 作为一个合格的江湖人 一天是江湖人 一辈子都是 因此呢 金文武侠世界当中的侠侣也非常多 最出名的莫过于神雕侠侣当中的杨过于小龙女 此外呢 还有黑白双剑石青 女柔 天山双阴 突袖陈正德 雪雕观明眉 金花银叶 金花婆婆戴琪斯 银叶先生 韩千叶 黑风双煞 铜狮成玄风 铁狮 梅超风等等 今天呢 我们就来盘点一下 金文武侠世界当中最强的十大侠侣组合 排名按照侠侣间的综合实力 男强女弱是铁绿 其中有一方战斗力太低 或者无限接近于零的不排 比如说乔峰与阿珠 虚竹与李清路等等 第十名 令狐冲与任盈影 令狐冲呢 作为《笑傲江湖》当中的男主角 身怀独孤九剑 西心大法和易金经 是整个笑傲体系当中金字塔一般的存在 甚至呢 后世的陈冠老师职 还将令狐冲和独孤求败排在一起 评价为无招甚有招 当事无敌 任盈影 作为日月神教的圣女 虽然年纪不大 但武功造诣非同小可 甚至能够正面接住 方生等四人的围殴 正面交手的表现上 还要强于于沧海 在榜单当中垫底问题不大 第九名 张无忌与赵敏 张无忌掌握的各种神功绝学 堪称金融笔下主角之冠 其武学之路的成长性极高 被金融誉为是主角武功第一 但赵敏相对来说呢 就有一些不够看了 张无忌对他的评价是远不如杨潇 韦仪孝等人 其巅峰战绩是仗着以天剑之力 连使数派招式 出其不意 砍下紫山龙王一片衣袖 人物实力的定位呢 还要在二流高手的行列 第八名 周伯通与英姑 这一对呢 算是欢喜冤假 毕竟呢 周伯通曾躲避英姑 几十年之久 当两人解除界定 重归于好的时候 已经是茂蝶之年 不过两人毕竟有夫妻知识 周伯通是第三次 华山论剑的天下舞爵之首 将东邪西狂南森北侠 全部踩在脚底 追着球千刃跑了半个大漠 作为周伯通的相好 英姑实力 也着实不弱 原文称 其修炼的寒英剑掌地 可一掌击碎 十七块青砖 凭借其诡异生法 即便是金伦国师 也急切间 收拾他不得 有网友想看金伦笔下 十大侠侣组合排名 今天他来了 第七名 郭靖与黄荣 郭靖呢 是射雕三部曲当中的 灵魂人物 其人物成长的事迹 贯穿前两部 凭借九云真金 与祥龙十八掌 两大绝学 使其二十多岁 就有街星舞爵的实力 在神雕结尾时 仗着年龄优势 恐怕还要掠压 周伯通与杨过一头 而黄荣武功 虽然不算顶尖 但仗着打狗棒法的金庙 也可以与 欧阳峰短时间内 平分秋色 在神雕侠侣中 一直都处在怀孕阶段 其真正实力 恐怕不会低于 蒙古三杰 第六名 慕容伯与夫人 慕容伯不多介绍了 与乔峰 肖远山 金墨志 合称为是天龙四爵 其实力 绝对是全书 绝顶高手之列 拥有秒杀 段正纯 这种人物的实力 这里主要说 慕容伯的妻子 慕容夫人 只存在于 慕容伯和崔百全的 回忆当中 应该是既 李秋水 小妹 肖远山师父 又一传奇人物 根据福牛派 崔百全的回忆中说 当时南阳府城 蔡图庆 为父不仁 欺压良民 崔百全再一次 越黑风高夜 把蔡图庆一家 三十余口 全载了个干净 然后在后花园的格斗上 发现一对青年男女 正在沿袭武功 根据段玉的推测 这两人 很可能是在研究 林波威部当中的步伐 只不过 为宣略偏 并为全对 崔百全因出言不逊 被青年男子 用蒜盘猪的打伤 而崔百全 所见那位身穿 淡绿衣衫的女子 就是慕容伯的妻子 慕容夫的母亲 王宇彦的姑妈 曼陀山庄 众奴仆口中的姑太太 这个女人 想来武功不会很低 另外呢 从黄梅森青年时 被慕容伯所伤的回忆看 慕容家的女人都不简单 第五名 段玉与慕婉青 段玉呢 作为天龙八部当中的幸运星 据说人物参照 就是来源于金庸老爷子自己 理论上应该是 天龙八部当中 后期武功上限最高之人 被王宇彦 段延庆 金摩智等人 一致认为是将来的天下第一 相比于段玉 慕婉青的实力 就有一些不够看了 甚至没有值得一提的战绩 如果不是慕婉青太弱 这两人的排名 还会更高一些 有网友想看 金庸笔下 十大侠侣组合排名 今天他来了 第四名 杨过与小龙女 著名的神雕侠侣组合 如果可以私心呢 个人更喜欢把这对组合 排在榜单之首 杨过身怀多种绝学 年纪轻轻呢 就成为神雕舞爵之一 而小龙女虽有内力短板 在舞爵之外 但其玉女塑星剑法 施展起来 绝对不输舞爵 当年金龙博之和蒙古三杰联手 都惨败于小龙女的双剑之下 实际上至少也是 舞爵之下第一人 从表现上看呢 比求先任都要好上不少了 第三名 王重阳与林超英 两人虽然说从未出场 但江湖上一直流传着 两人的传说 如果说周伯通与英姑是欢喜冤假 那王重阳和林超英 绝对是有缘无分了 王重阳心怀天下 一心想要带兵去攻打金人 可惜是以愿为多次起义 终结失败 林超英不忍王重阳一身本事 葬身古墓 于是用计算法将其逼出 王重阳对林超英心有感激 担引两人性格强势 王重阳的想法是 重阳一生不弱于人 林超英呢 则是谁说女子不如男 因为谁都不愿先放下高傲的头颅 最终落得两人有缘无分的结局 两人的武功成就不用多说了 在王重阳没有获得九阴尊金之前 林超英的实力甚至还要掠压王重阳一头 第二名 无鸦子与李秋水 这一对呢 虽然说出现了复杂的多角恋 但两人毕竟是有了夫妻知识 还生下了女儿李青罗 逍遥派的特色呢 就是武学配置非常高雅 无鸦子能够成为逍遥派掌门 据说明其武功高深 李秋水虽然说实力稍弱 但几次跟天然通道正面周旋 都没有落于其下风 由此呢 可以看出 无鸦子和李秋水 是当之无愧的天龙时代的最强夫妻了 第一名 石破天与白阿秀 这主要呢 还是石破天的原因 毕竟石破天已经强大到 就算是春鸟狗都随便赢了 白阿秀武功有多高呢 就不是那么的重要了 事实上 白阿秀内力一般 武功估计呢 也就学了一些雪山剑法 再加上年纪不大 因此呢 武功不可能太高 是该榜单当中武功最低之人了